想飛的理由有一百萬 大家好 我是藍軍天 在這邊要向大家推薦一齣 好看好聽又好玩的好戲 天馬戲劇團的 《腳不落地的孩子》 你是腳不落地的孩子 我覺得這次天馬這個劇本 寫得非常好 整個把馬戲還有音樂劇的元素 我覺得也都很好的融合 他這次是以空中環和仇調為主 他那個仇調的項目 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看完真的會很感動 想說也太厲害了 結合了傳統跟現代 那當然也會有一點點的穿越 他講了一個所謂的傳承的議題 但是卻一點都不教條 然後會在很輕鬆的狀況之下來 討論這件事情 身為一個父母 我們時常在陪伴孩子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會討論到很多傳統 傳承 什麼東西是父母親 Value的 然後有些什麼是 新的世代孩子們想要的東西 來到這邊 都可以得到很多的啟發 我也是對他很嚴厲 那可能就是會 自己會反思就是 是不是他要的啊 然後我們兩個都看到哭 看到抱在一起哭這樣 去飛 去窗 去我到不了的地方 推薦所有曾經有為夢想努力的人 尤其故事劇情然後音樂 舞蹈甚至服裝 非常到位 但當然演員也都很會唱 場面調度跟整個演員的表現 都超乎我的想像 這個是天馬的第三個 算是進去音樂劇的作品 我合成的人看 其實是非常開心的 然後那個小孩的反應也讓我覺得 真的非常了不起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都有看 那我覺得第三集是目前的 登峰造極之作 沒錯 馬戲跟音樂劇的最佳結合 陪伴大家來看 就是叫不羅里的孩子 上升下降 只是平凡的日子